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覺得 Audi Q2 是一輛在路上有些罕見的車款呢? 事實上光得知改款後 Q2 它置 149 萬起的車價 還有這輛試駕車突破 190 萬的身價 我想大家對於它的罕見應該不會感到意外 然而拿到 Q2 就只是一輛空有價格而毫無過人支出的車款嗎? 今天就讓我一起來看看 在認識Q2的配備之前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首先來看一下 Q2這輛車所能帶來的動力跟操控的表現 因為他們全車系都是採用的這個 1.5 升的四缸污輪增加引擎 那這具引擎呢其實我也相當的熟悉 在他們 VHG 集團裡面採用相當的廣泛 而且 150 匹的最大馬力 儘管看起來還好 但是它 25.5 公斤米的這個扭力呢 只要 1500 轉就可以試出 搭配它的 7 速自首排便物箱之後 我其實覺得它的動力真的是相當的水傳水到 而且很飽滿 所以當你在市區或者高速公路上進行超車的時候 我相信你對於這輛車的動力應該都可以相當的滿意 那另外一方面關於這輛車的操控本事呢 其實它更會跌破你的眼鏡喔 你不要看它是一輛這個小型的休旅車 奧迪為它配上的可是跑車式的轉向系統 這個轉向系統呢 左10點到右10點的距離只有兩圈 也換言之呢 它整體的這個操控轉向的吸力度是非常的夠 而且它還會隨著你的行車模式來改變你的這個重手程度 來改善你在高速的時候這種操駕的信心 那我覺得呢 其實在這樣的搭配下呢 已經會讓它轉向 感覺起來已經相當的犀利 已經有點像鋼炮的這樣的特質了 而且呢 其實它的底盤更厲害 不要小看它這個前八層後扭力量的這個懸吊 它其實你一上車出事感受的時候 它的這個懸吊的阻尼回饋 其實會比你想像中硬朗蠻多的 但是呢 有一個好處在於說 也因為這是一輛休旅車 所以它整體的這個懸吊行程是比較長的 所以當你在圖域一些比較大的這種起伏路面的時候 它也有充裕的行程可以幫你吸收掉這些 比較大的這種跳動或者說起伏 所以我真的會覺得 哇這輛車儘管看起來是一輛非常時尚的休旅車 但是它在彎道上還有山道上的表現 可能會出乎你的意料 那如果要跟各位介紹一下這輛車的配備 這輛車除了已經有選配相當多的 伏順旅圈等等的這些個性化的套件之外呢 在改款的車型上 前後寶桿的造型也有進行更動 另外一方面呢 它在水箱護照上面也多了一個 致敬他們過去賽車的這種 類似三進季口的這種小小的點綴設計 但是我必須說 Q2這輛車 誠也選配 敗也選配 怎麼說 你除了可以透過非常大量個性化的這種套件 來為這輛車的外觀內裝加入很多特別的元素 但是呢 比方頭燈來講好了 我沒有想到它擁有3.4的日行燈的這具頭燈 竟然是選配 如果沒有這個頭燈改款之後的這種 視覺的變革就會讓我感覺更小了一些 那此外在內裝 我其實不是非常在意說 天窗的選配 這輛車沒有後座冷氣中溫口 這些小小的地方 我更在意的是 Audi它是一個非常強調科技化的品牌 那麼呢 它的數位儀表 還有這個中控系統 它竟然是做成一個選配的銅滾包 你必須要把這個數位儀表給選上 你才同時擁有的 包含像是Apple CarPlay的這些手機連線功能 我覺得真的是相當的可惜 而且這些東西 正會大大的影響到使用者的體驗 那如果擁有這些配備之後呢 我再看到其他的地方 這輛車包含像是冷氣口非常的精緻 還有像是它這個非常漂亮的氣氛燈 這些小小的細節都可以讓你車子的質感 還有這種個性化的點綴更為加分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輛車在原廠 原裝未選配的狀態下 整體的表現真的有點差小 看起來更有機會 如果在這個影片的最後 我想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 究竟在三大德系的豪華品牌之間 我應該怎麼選 首先Massie Benz的GLA 那輛車很多人都覺得說 它是最均衡的設定 但是呢 其實在路上的能見度真的很高 所以我會認為它沒那麼特別 至於Brand X2 這輛車夠特別 但是呢它的安全配備卻不起我們今天試駕的奧迪Q2 那麼今天試駕的車款車上呢 或許你會需要花費比較高的金額進行各式選配件的提升 但是它卻能帶給你最具個人化的設定 所以我認為奧迪Q2則是這三台車之中最特別的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